《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新一年度 《全球競爭力》報告 香港在基建方面排在第一 我們香港是行政主導的 政府鋪排了一些工程 一環一環 你不要說我遲一年開工而已 你遲一年開工就累到後面那些 大家一起沒事做 這個立法年到 前兩三年 大家在這裡玩東西 不過 好了 最後三十天就這樣出來 雖然是拍大打蛇餅 有些要拍的 你不拍的 變成要重新招標 是不是又跪了呢 我們行業最怕 一時飽死 一時餓死 公有目共康 企業的裁員 減薪 但是如果突然間 你鋪馬一堆太多事做 都是死的 如果基建項目的成本太高的話 其實是社會代價 我期望他們坐實時 入立法會 你搞什麼動作都可以 你說博出會都可以 但是進去 你就要嚴肅一點 你是根據的議員 要為我們香港長年的經濟發展 香港的難途 我們建造業的前景要考慮 你說什麼政治都好 就不要搞民生 不要搞建造業